其实这个还蛮常常遇到的 就是说你可能按照正常的程序去把这个公式打上去 比如从开始 一样用MID 取得4个 那得到应该是0551才对 所以呢你插入函数 然后呢找到那个文字类函数里面的MID 那MID里面的话 一样给他三个问题的答案 第一个你的资料在哪里 资料在这里 文字在这里 第二个的话从开始 开始是1 然后呢要取得4个字就输入4 那理论上看到结果也是0551的文字 可是那个0551的文字输入上去之后的话 你按确定 但是得到的结果却是我们输入的这一串公式 那不对啊 我要的是0551 怎么会是这个最后的结 其实主要原因出在哪里 其实最关键的地方 我刚刚有特别提到了 按右键 所以按右键 储存的格式 相当好用 以后的话 如果你遇到格式上的问题 都可以用这一招 那我习惯要按右键 当然你还有别的方法 我自己习惯按右键的话 好处是不管你任何一个版本 它都会有这个右键 储存格式 那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错误发生在哪里呢 其实错误主要是发生在 我们的预设 假如说你的预设格式是给它文字的话 只要是你不小心改成文字 或者是说你曾经放的资料是文字类的 它会转换成文字 你将来直接输入公式之后 它结果不出现 那怎么改 很简单 把它恢复成原始状态就可以了 那原始状态就通用格式 所以呢第一步 把文字改成通用 按确定 但是你按确定之后 奇怪怎么没有反 接下来的话 可能要再多做一件 就是你要再重新把游标 放在资料编辑列上面 再把它打个勾 这样它就恢复了 OK 那其实主要就是 把格式改为通用 再重新执行过之后 那像现在填满 当然就OK 那底下当然这就比较简单 从第八个字取五个字嘛 那将来向下填满之后 再改这个就可以了 第八个字 那取几个字 取五个字 这样就OK了 所以MID 我想因为用到机会还蛮大的 请各位多多练习 因为MID通常 我们在工作上会取得就是 因为刚好我要的资料 并不是在固定的位置上面 或者说不是全部除成格 那会造成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就是试试看 关键地方就格式的地方 OK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来看有关就是聚集的录制 那这个聚集录制 其实最后得到结果就是说 我如果希望 因为我每天可能都要做同样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把这三篮变成这一个 这个除成格里面的结果 那如果每天都做 甚至呢 将来可能你 聚集录制还不是只有只能做 这个几个动作啦 甚至你做很多动作 其实它都可以帮你把它录制下来 所以呢 我们后面 假如希望 可以在这个旁边 多增加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按下去的话 就是把公式全部 再帮你重新做过一遍 那一个按钮的话 就是按下它 就可以帮你把资料 全部再清空 OK 就两个按钮 那两个按钮 怎么可以把它做出来 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就需要用到 我把这个面板先隐藏一下 隐藏 那特别注意 在上方的话 就会需要出现哪个功能 你必须要先出现这个所谓的开发人员 那开发人员里面 躲了一些比较进阶的功能 不过这个开发人员 预设的情况下是不会出现的 那什么时候可以把它打开 打开的方式 请各位注意一下 因为各位是英文版 英文版位置是一样的 只是说它上面的名称 可能叫什么 Developer 或者什么 其他这个可能名称 你们自己再稍微找一下对应关系 然后 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要把开发人员打开 特别你预设情况是没有这个开发人员 那怎么样知道有开发人员 你们可以从那个上面的箭头 点一下 然后其他命令 那其他命令里面的话 你可以找一个这个制定功能区 不过你们的英文名称 可能自己再找一下 位置大概是一样的 然后其中的话就会有一个开发人员 你把它打勾一下 按确定 那这样的话呢 预设是没有啦 没有没打勾嘛 那有的话打勾 按确定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有所谓的开发人员 那顾名思义啦 开发人员实际上就是可以让你做一些 再更进一步的一些相应功能的开发啦 那比如说呢 像 Essal里面有很多的功能 其实是没有的 比如说你刚好工作上需要某一个功能 但是它不存在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透过 这边有一个所谓的Visual Basic 自己去把对应的功能写出来 那只是说它相对的难度会比较高一些些 那我们先从开发人员比较简单的功能说起 比如说呢 一般常见的就是说 你每天可能都要做重复性的动作 那你如果不想要重复做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把那些动作呢 把它录制下来 然后呢变成一个按钮 那直接按一下按钮呢 就可以自动帮你把重复的事情呢 再做过一遍 那只是说呢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录制剧集有一些注意事项 还有一些技巧 可能要特别的小心 只要呢 你不要做错 那就可以很快 把你之前做过的动作呢 就重复再执行 所以我们假设我们的需求是两个按钮 那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 我是建议各位可以先彩排一下 那所谓的彩排就是说 你录制这个有点像是录影一样 录影不要NG NG就要重来 所以理论上的话呢 待会录制呢 我要两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就是说呢 我要把这个公式呢 全部输入之后 然后向下填满 OK 然后所以呢 第一件事 记得不需要把原来的公式删除 为什么 因为你删除你要重打 那我们其实只是要把公式记下来 让它自动填满就好 所以你不需要把它删掉 那怎么做 一游标 请你把它放在一二储存格以外的储存格 那我需要记录这个动作 点选这个一二储存格的动作 它会帮你录制 所以录制就是说 帮你把这个动作 转换成对应的VBA程式 OK 那第二步的话 就是再把游标放上面打勾 意思就是输入公式 那第三个动作就是 再把这个公式呢 向下填满到底下 那向下填满到底下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游标放在储存格的右下角 快点两下 然后就可以显示出来了 OK 那反正三个动作 那就录制一个所谓的 叫串接好了 串接的聚集 那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什么 帮我把资料清空 那清空的话怎么做 一样游标先放在 112储存格以外的储存格 那我一样点一下 点一下这里 OK 那第二步的话就把它全选 那全选怎么选比较快 当然一般习惯是用滑鼠拉 不过我建议 可以把一个快速键给记一下 叫Ctrl Shift加向下 Ctrl Shift按住 然后再按向下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帮我选到 这个范围的最下面 那这样的话 其实就可以整个选举 会是最快的 另外的话呢 如果你是用快速键 录制的话 将来如果资料 有增加或减少的话 它一样会自动追踪 OK 这个地方的话 我是还蛮强烈建议 你可以把这个快速键给记下 我再讲一下 这个就是游标先放在 一二储存格 然后Ctrl Shift向下 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是按delete键 所以把delete键按一下 OK 然后它就会帮我把资料 给删除了 好那一样 所以三个奥法先把这个给Ctrl Z 先复原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开始录制了 OK 所以彩排过之后 反正都三个动作 那接下来的话 我就把刚刚那三个动作 分别录制两个聚集 那录制的动作 我们来做一下 一 游标放在聚集上 点一下录制聚集 OK 有点像录影 OK 第二步的话 它会问你说 那你这个聚集要叫什么名称呢 我叫串接好了 OK 我们来输入一个串接 好 那当然你名称给它之后 如果你按下确定 它就开始录 你的滑鼠键盘的所有动作 自动帮你转换成对应的VBA程式 OK 所以你按确定就不要NG 也不要做多余的动作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特别小心 按确定 好 1游标放在12储存格 2的话在上面点一下打勾 3的话在右下角空点上 当它变成黑色十字快点两下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已经录完三个步骤了 所以1游标放这边 2游标放这边打勾 3控点快点 OK 好了之后的话停止录制 那如果做错怎么办 你NG就重来嘛 重新来过 然后再把刚刚错的盖过去就可以了 好 那第一步完成 第二步就是再录制一个叫什么 叫做清除好了 OK 清除按确定之后的话 一样游标放在12储存格 Ctrl Shift向下 按下Delete OK 那三个动作做完就停止录制了 反正一样也是三个动作 好 那我们只要没做错啦 你NG就重来就对了 NG重来录制就把它盖过去啦 因为如果你假设NG就重新录制 比方清除的话 你假设录制 然后你如果再给一个清除的话 他会问你说 你这边是不是有错误 有做错 那你就把它盖掉就可以了 就等于NG重来 那做完之后 我怎么知道 我做的录制结果是正确的 很简单 你可以直接从录制聚集的 左边这边有个聚集 点它之后的话 如果你刚刚录的没错 就一定会有两个聚集 那其中的话有一个叫串接 如果我要执行它的话 很简单 选串接按下执行 看一下执行有没有错 有 然后呢清除有没有成功 按下执行 这样的话 他就帮我把刚刚的动作 就全部再做过一遍了 这样的话其实就可以RUN了 OK 那只是说啦 有个同学说 老师这个地方如果按执行 有点不方便耶 那可不可以帮我把刚刚那两个聚集 变成两个按钮 当然如果你要变按钮也很简单啦 直接从哪里呢 从在开发人员下方这边有个插入 表单控制向 这边就有个按钮了 也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按钮 也可以帮我产生 对应到刚刚聚集的这个动作 那做法很简单啦 第一个 有点像小画家一样 点它之后的话 在空白处 按住不要放 十字的地方 向右下角拖拉 那这个显示出来的区域呢 就是将来按钮的大小 所以把它放开 然后它会跳出说 你这个按钮将来按下去之后 要执行哪一支程式啊 哪一支聚集啊 那就执行串接 OK 那我是建议你可以把这个名称顺便复制一下 复制的作用按确定你就知道了 因为上面的名称叫按钮1 你就把它改成叫做串接 OK 那一样的方法 就是在产生插入按钮 然后再拖拉一个清除 拖拉 然后拖拉放开之后的话 大小跟上面一样 然后放开清除点一下 然后把名称复制 并且把上面的名称改成叫清除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就完成两个按钮的设计 那最后试试看 串接 他把一二三就帮你重做了 那清除的话也是一样 一二三delete 就完成 所以呢这个两个按钮呢其实蛮方便的 以后如果说你希望可以把你之前所做的任何动作变成按钮的话 那基本上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完成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那个录制聚集的部分练习 那我把重点再稍微说一下 一 开发人员 那开发人员的位置在上面的箭头 其他命令 你们找一下应该倒数第二个吧 然后自定功能区里面找到开发人员打勾 按确定 再来的话呢就是先彩排一下 1 然后2 打勾 3 快点两下 OK 然后把它录制下来之后 再到这边执行看看 那如果要产生按钮的话就插入 这边有按钮 OK 那请各位先试做看看 把画面呢再停止分享 试试看 1